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7月份买的鞋子们 先我就是按品牌把它们放到一起 先是阿迪 然后是New Balance 耐克 然后是Crocs 我们先从这边开始 这两双其实上一次拍的时候 其实应该把它俩放在一起 但是他们没有到 然后拍完的这视频 这两双鞋就到家了 对 这两双就是Easy Slide 就Easy Day买的一双蓝色的一双黑色 然后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Fone Runner 是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好看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迷彩 然后这个有一点点挺好看的 然后这双是Bad Bunny 和一双联名的配色 黑黑的有点发紫 还挺好看的 反正就买一双祭脸一下 这双是990 V3 我喜欢这个配色 然后这个配色还是折扣拿下 所以我蛮喜欢的 然后这双是 我很喜欢的Air Presto 然后这是一个中榜 然后这个配色 挺特别的 挺特别的 这个健身健身的时候也可以穿 平时也可以穿 我很喜欢这种Creme颜色的中底 然后这两双是Dunk Low 这个叫Chicago Split 就是它这个鞋其实你看黑色白色 然后它这这个底子也黑色白色 就是细节蛮多 你看这个也是有一些细节 字体是不一样的字体 对 然后它底子也是黑色白色 所以就 我抽签 然后你也抽签 然后咱俩都中了 中了两封 旁边的是 乔伊的那个高帮 这双配色叫Wash Black 这鞋就很好搭 灰色 就有点那种水洗的灰 然后就特别好搭 这两双就是我买到的 一双是在店里买到的 对 一双是反正这个抽签 都是原价买到的 去店里拿的 对UNC配色 一双是寄过来的 这个鞋 颜值真的没得说 然后到这两双 是海哥给我买的 这个玫瑰色呢 我觉得它 就有点脏粉色 对 就是那种玫瑰 我最近我其实是一个对粉色 没有感觉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玫瑰粉 还挺好看的 对 而且你没穿过这个鞋型 我其实觉得这个鞋型挺适合日常穿的 就很好看 因为钩子那个钩子就 就蛮好搭 搭裤子 然后这双巧克力配色我抄袭 这双就是完全是运气 那天海哥打开那个电脑 问我要不要 我说好丑啊 我不要 然后呢 然后我们去买菜 路过一个店 champs 看有人在排队 然后我们就进去看一看热闹 看在排什么鞋 结果我们就排到了最后一双这个鞋 然后刚好是我的马 然后就 运气太好了 就感觉这个鞋专门为你留 对 然后食物其实我觉得是比那个电脑上要好看 很多很多 这是我喜欢的那种巧克力色系 然后 对 对 它是配奶油色 这就是很流行这种复古底 复古底的元素就是一定是有点泛黄的那种 其实这个就是完全符合我审美的配色 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觉得它很丑 你看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熊猫 它的底是这种 就是白色 但它的底你拿上一看 发现了 就是有点黄的那种复古的底 就 而且你看它的皮其实也有点泛黄 对 跟这个对比也很明显 大家看玫瑰色配的就是白色的 这个 然后这个巧克力色配的就是那种cream色 有点泛黄的奶油色 对 好吧 重头戏来了 重头戏 是我给宝宝买的两双cross 其实我是想买这个 但是 之前有段时间就一直断货买不到 然后等我终于刷到的时候呢 为了包油 我又买了另外一双 灰色的经典版 结果它给我寄错了 寄错了 然后就 它让我留着这双 然后它会再给我寄灰色那个 那我觉得这个超级好看 我自己是觉得 就是它的设计啊 然后做工方面都很精致 然后加上小男孩嘛 特别特别喜欢 蜘蛛侠 它还有联名的这种鞋盒 特别特别喜欢 这个我买的是C10 它现在穿C9还有一点点大 所以现在穿这个也非常大 但是它每天回家都要穿这个 要走一圈 就是爱不释手的状态 然后它也自带了这种鞋花 这种装饰的在上面 我觉得它它单价蛮贵的 比经典版 它是65 睡前 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蛮值的吧 它是跟普通的经典款有点不一样 就很多细节 然后它还可以在夜里发光 这样 对 我觉得它很喜欢 然后这双呢 我不知道 因为我 因为它现在宝宝还小 我不太想要给它穿这种绿脚趾头的 就怕它会压到啊 或者受伤啊什么的 所以这个可能会 像它这零块钱 它就是送你 拿去采 没啥用 采沙子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它要不要 要不要穿 就当一个 对 等我们那双灰色来 就是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啊 好 那就是我们的七月开箱咯 谢谢收看 下次见 拜拜